民進黨太離譜了 竟然把我們的國旗弄成綠色 太離譜了 英國低四度偽裝 美國低四度偽裝 甚至連解放軍也是低四度偽裝 按照王洪威的邏輯來 英國的軍隊是民進黨控制的 民進黨太離譜了 解放軍是民進黨控制的 太離譜了 美國都是打沙漠戰爭 所以他是黃色吐色的 所以他是時代力量控制的 他們極地戰爭的時候 那個LOGO變白色 革文控制的 所以這是不合乎邏輯的 我覺得作秀不能做到這個德性 國民黨立委王洪威也接連開嗆 國軍是中華民國的國軍 不是民進黨的國軍 更不是綠色產業鏈的國軍 這樣子的做法 不就是一個為了要討好民進黨 討好綠色政府的另外一個綠色奇蹟嗎 這頂休閒貿系 關子不予三年前製作 當年採第四度的概念設計 並無政治的考量 陸軍第六軍團在第一時間回應 國旗式綠色是因為採低適度設計 無關政治考量 請外界不要以政治眼光詮釋 扭曲部隊正常運作 其實國旗低適度設計 就是避免在戰場被敵人發現 在國軍服裝上早就行之有年 像是蔡總統勢導陸軍 或是義務易建策 民採服上的國旗顏色 都是深綠色 D殼式服務的服裝 也都是會利用色差的效果 在熱視鏈上面 也就會形成類似 樹葉的這種光影效應 來增加隱蔽性 中國解放軍 他現在在採用 就是深綠色的國旗的備章 難道要說共軍 是為了迎合台灣的執政黨嗎 另外解放軍的必章 跟國軍相同 都是採用低適度設計 下次國民黨看到 綠色就開槍之前 恐怕得先做足功課 那勝恭喜 我今天討論一整天下來 我覺得最好笑的新聞 王鴻輝 王鴻輝昨天在臉書上以為挖到大祕寶了 有讀者投書 說這個 民進黨太離譜了 竟然把我們的國旗弄成綠色 太離譜了 而王鴻輝一看也覺得 太離譜了 不得不發文 臉書綠色奇蹟 改不了國旗就改顏色 馬上就有說沒有人改台灣國旗的顏色 那個叫做軍事上叫做低偽裝 低度偽裝 什麼叫低度偽裝呢 就是我們去打仗 全身上都穿 穿這個 低四度迷彩 我們去打仗的時候 都穿這個 這個迷彩裝對不對 我總不能這邊一個七天白日盲地紅 這很明顯嘛 對不對 剛好當靶子 剛好變靶子嘛 所以你看包括英國低四度偽裝 美國低四度偽裝對不對 甚至連解放軍也是低四度偽裝 所以馬上網友就說 該不會這些都被民進黨收買了吧 會不會王鴻輝太無知了一點 其實不只 按照王鴻輝的邏輯來 英國的軍隊是民進黨控制的 民進黨太離譜了 解放軍是民進黨控制的 太離譜了 但對不起 因為美國都是打沙漠戰爭 所以他是黃色吐色的 所以他是時代力量控制的 還有他們極地戰爭的時候 那個LOGO變白色 民眾黨 歌文的控制的 所以這是不合乎邏輯的 我覺得作秀不能做到這個德性 這樣子的一個幅度啦 為什麼呢 因為國軍其實是不分藍綠的 大家都知道國軍是為國家 而來保護我們國家的各項福利 但是在王鴻輝的眼中 他都覺得說這是有問題的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 全國軍隊都是這樣 我還給我繞憲法 請問國防部記得憲法138 139的行政中立的規定嗎 國軍是中華美國的國軍 不是民進黨的國軍 更不是綠色產業鏈 太離譜了 這樣把這變成綠色 我好像會不接受 那我跟正好講一下 因為事實上這個低四度迷彩 絕對不是新的 從一戰開始就已經有了 因為一戰前 大家可能看過那些 什麼美國獨立戰爭 或什麼英國殖民主義 花花草草 那是花花草草 那可能是王鴻輝心中的軍隊 該有的樣子 我不知道 但是從第一世界大戰開始 大家就發現說 第一四度是很重要 為什麼不要被人家擊中了 我今天希望可以躲進草叢裡 就是去避開我被辨識到的可能 丟一個紅色肉在那邊怎麼搞 今天白日買地獄 那一大坨怎麼搞 所以我覺得公平的講 所以逐漸這個也形成了 我們可能對國家軍隊 或有一個國旗的一個標示 是可以接受這樣子不能顏色的 那包括我們的軍服 其實也是一樣 那所以今天即便是一個帽子也好 他因為是一個國軍的象徵 使用的是國軍 在用國旗時候的一個色彩 這個絕對是沒有錯的 這個你去美國 那個軍備品的店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我覺得不懂的是 今天記不記得柯建民講了一句話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看到這個國民黨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那這個會期普遍素質 似乎都出了有一點問題 整整齊齊的差 對嘛 那今天無論是我們剛剛看到 傅崑崎要違憲 說你政府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我也很快搭個這個便車 講一句話 這個剛剛黃潔說高雄的事 我未來 大安維三區一百還一百縣 對 我拜託我們台北的立委 提說台北市捲運站增加到一千個 沒有增加 對不起台北市民 你們要做到交通 交通部出來負責 誰敢去做 誰會去做 大家有嘗試 不該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嘛 所以今天我看王洪威這件事情 就是再度顯示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對於國軍是不認真的 甚至於是相當草率 是 雄翰哥你說你看王洪威就搖頭 因為他對於打仗的認知 還停留在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初期 藍藍綠綠花花草草 你說你今天要幫王洪威上一場迷彩客 他應該要去看三國演藝銀馬鈔 全部銀色的對不對 銀馬鈔 然後我的槍頭一定要紅色的那個 對 有紅銀槍對不對 對 那個情況 其實對於他不了解 或國民黨有些軍方的不了解 我是可以理解的 是 為什麼 因為你剛看到這種顏色多醜啊對不對 這多醜啊 我當年當兵的時候 就出過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們不是買了限速飛彈嗎 對 苗翔假車嗎 不好看 長官來了說 怎麼這麼難看 灰灰的 你要叫我們做一件什麼事嗎 刮掉 噴漆 然後加亮光漆 因為這就是國民黨他們對於軍事的 這樣子整個閱兵 陽關燦爛才好看嘛 那不是北韓嗎 對啊 叫噴漆嘛 所以他們大概就活在那個年代 但是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為什麼 舊爛的服裝 不是橘色 就是紅色 鮮艷好看到嘛 萬綠蟲蟲一點紅嘛 對 但是你在帽子這邊頭車的 太陽色這邊 一個紅色的 你是告訴軍事的時候打這邊嗎 對 打這邊嗎 過去的時候是在短兵相接的時代 所以你在舉這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雖然有長槍了 對 可是呢 點一發火槍打完 然後就蹲下來下一發 基本上還是看他們的配刀 刺刀要對戰對不對 對 那戰場上我都跟你混在一起了 那如果大家都穿的一樣 怎麼辦 哦 你說早期大家穿的花花綠綠 主要是因為都是短兵相接 對 冷兵器 冷兵器實在大家穿 我穿紅 你穿藍 我才分得出你我 所以才不需要偽裝 所以王鴻薇講到 那是很古早時候戰爭的狀況 對啊 就是到了英國的時候 那時候對不對 他們還要靠一刻彎刀 對不對 短兵相接 可是為什麼一戰改了 因為一戰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馬克慶的那個機槍 然後交叉火網 對 那你要不躲起來 你躲起來 人家看到你 一個紅色的 一個白色的 立刻開槍 所以那時候就出現 大地色系的衣服了 那當時的時候 一戰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戰場裡面 跟大地有關 對 那些石頭有關 所以一戰的時候 開始要改顏色了 對 德軍或什麼 因為他們在森林裡面 所以就算顏色深一點 可是你叫德軍 德軍就在二戰的時候 只有警衛隊 對 他是穿黑色的 因為他們平常沒有上戰場 對 他們平常是穿著黑色的 威脅百姓 平常是帥 所以威脅百姓的 基本上是 但是他們呢 去到蘇聯的時候 他們就穿什麼 白色的 對 因為開始就要改變 下雪 二戰的時候就開始改了 然後美軍呢 剛開始的時候 跟我當兵的時候一樣 全部是草綠色的 對 但是呢 後面到了越戰的時候 發現不對了 叢林裡面 你還是太明顯了吧 對 所以美軍開始從二戰的時候 在越戰開始 海陸變成這種海陸的叢林迷彩 對 然後慢慢的一路過來 到波灣有沙漠迷彩了 沙漠迷彩 因為你都在沙漠上 我在那邊 其實這是什麼 變色龍策略 對 我就要躲嘛 但是後面呢 到了現在為止 美軍最強的是什麼 波灣戰爭之後 美軍現在最強的是 夜市禁 你說現在已經出了迷彩 已經不只是我看 讓你不好看 連我用熱顯像儀都看不到 這是現在最新的遮掩的技術 因為現在都是夜市禁 夜市禁 尤其是美軍 百分之九十五都進夜站 你看 所以你看到美國 美國現在用的是 他呢 這是兩台車 對 剛剛是兩台車 你看一台車 我是完全看不到 在夜市禁的時候 一個是有加遮網的時候 你是完全看不到 熱量的一色的 而且他貼的是數位 迷彩的一個眼壁 你知道那兩台車什麼 都是白色的 對 但是前面那一台呢 我車子那個是訂好的 我平常要舞陽 要閱兵 我就跟你走那邊 要上去走的時候 我就給你測驗 通通貼上去 而且貼得很快 他的包裝是專門設計的 對 然後貼上去之後 而且你要看到他在前面 連前面的那個擋風玻璃 都給你蓋上去 然後差別在哪裡 你剛剛看到沒有 你在樹林裡面 你那個空中的那個無人機 遠遠看過去是真的看不到 你看他就要貼了 貼上去之後 包含他的所有部分 它裡面是鋁箔 所以熱量不會出來 完全不會出來 而且差別在哪裡 包了以後你知道 溫度 因為其實你看後面那台車 引擎那邊總是熱的 對 那紅是紅紅的 那我紅外線 我一看我就知道 我有經驗的人就知道打你了 對 我真的看不出來前面有車 超級厲害的 最重要的是 在裡面的溫度 跟另外一台車 還差了攝氏五六度 還差五六度 還很涼爽 還很涼爽 不需要開冷氣 對 因為你開冷氣 又有一個狀況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現在的數位迷彩 對 讓我們整個軍隊呢 從九五年開始 也開始改了 因為你要看到是什麼 晚上有作戰嘛 對 那作戰的時候我用夜視鏡 那夜視鏡是一個已經是非可見光 但是如果你身上 你以為說 我看你是看人家迷彩的 可是在夜視鏡裡面 看得清清楚楚 我們中科醫院在研發一種東西 遮蔽網 遮蔽網 那遮蔽網是什麼 今天你看到 我們不是常常看到 那是故意拿出來下老公的 對 可以把我們天空飛彈整個蓋起來的 對 不是我們前一陣子把那什麼海風大隊 對 熊二熊三飛彈車拿出來 對 那個是故意給老公看說 你不要繞到我東部 是 其實它平常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就是這個遮蔽網 對 你在空中的時候 你看下去的時候 它上面也是 像架帳篷一樣 數位迷彩一架 架了以後 你什麼都看不到 你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呢 上面無人機 偵查不到 但是你偵查不到 等到你飛上來的時候 我們的雄風飛彈 就往上打下去了 是 非常謝謝創藥哥的分析 可是我想問這個 連煌哥 因為這件事情很怪 就是王鴻威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 還假的 不知道 因為國防部有跟他講 詢問陸軍 他說這是搭配數位迷彩服的 第四度迷彩 他不願意相信 他硬要講說是民進黨把國旗 弄成綠色的 可是煌哥你說 拍謝 第四度迷彩是 馬英九時期推動的 在笑王鴻威之前 我要再笑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就更可笑 這個人叫黃真輝 黃真輝 當過兵吧 海軍艦長啊 還是職業軍人對不對 他還被我告 他說 謝秘案 他說這件事情已經很清楚了 這是民進黨在逼國軍表態 誰設計了該拖出去槍斃 黃真輝最該槍斃的是你 你當過軍人你竟然不知道什麼叫做低四度迷彩 好這件事情其實大家看一下自由時報2010年的報告 馬英九執政 馬英九執政 當時是戰機 我們知道我們特別東東部的戰機 他有很多那個圖騰是非常漂亮 其實早期是圖的花花綠 但是後來那個圖騰就是特別東部的分隊 他有結合當地原住民的 還有阿美族的 那有些垂直圍的圖騰 其實非常漂亮 甚至當時F16交跡 我們的東部的分隊圖上去之後 美國原廠的人把那照片傳回去給美國人看 美國人說這是我們全世界賣這麼多F16 最漂亮一個圖騰 事實上是 當時國防部要求把他塗掉 對 說你畫畫綠難看 好 請注意看這一段 當時的國防部長叫高華駐 他說呢 主要就是因為現代化 叫做低四度塗裝 對 2010年不會是民進黨吧 對 所以其實2010年高華駐 當時的國防部就想把國旗變綠的了 王恆威 冤有頭債有主 去找高華駐 王正輝 要槍斃的是馬英九時期的官員 這個是一個軍事的 不要講當過職業軍人 任何對軍事稍微有興趣的軍事迷 大概都懂得什麼叫做低四度塗裝 那我再告訴大家 美軍他們的國徽通常是用魔鬼氈 對 他在進行作戰任務的時候 他會貼上去一個低四度塗裝 有些甚至拿掉 如果更秘密任務 他直接讓你看不到背章 就是說你看到面對面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哪一國軍人 可是當他要在正式場出現 他就貼的就是新調級 就是美國那個帥的時候 對 就耍帥的時候就是要顯擺 對不對 那要隱蔽身份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低四度塗裝 你怎麼會連這種嘗試都沒有 你以為現在還在拿長槍對砍 你以為你是香港古貨仔 這個讓我想到那個香港古貨仔店 那就完蛋了 那就第一四度 然後就淘寬黃金對不對 那這一仗就打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拜託 國民黨立委要求表現 沒有關係 但是有時候問問專員 可是最可悲的是王後援 你明明問過國防部 對 那你還不相信國防部 你問大家問其他人嘛 國防部已經盡其所能阻止一個國會議員丟人 就你不聽勸阻 那真的也救不了你了 好啦 王後援沒辦法 有時候還是不見得要聽老人言 可是你聽聽國防部講的嘛 那如果國防部講的不信 你去問陳永康嘛 對不對 不要敬問一些奇奇怪怪的